想要买到品项好,价格又便宜的苹果产品 苹果官方的翻新机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去买翻新机,真的没有问题吗? 要知道苹果翻新机值不值得入手 这一次我还真的去买了一台苹果官方翻新的MacBook Pro 不过在看产品之前,还是要来了解什么是苹果翻新机 苹果翻新机其实就是官方正版的二手机 一般都是通过苹果的已旧换新配套 或者官方的回手活动来取得的设备 但比起外面的二手机 正版的翻新机都会被苹果特别照顾 如果SSD、屏幕或者一些零件有损坏的话 苹果都会直接帮你换上新的 如果机身外壳也不漂亮 苹果还会换上全新的外壳 这样看起来,翻新机的品项其实就跟新机差不多 说差不多是因为翻新机和新机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产品的包装 看看这一台翻新的MacBook Pro 你就会发现,盒子几乎是全白的 和新机不一样 翻新机的盒子一般上都是全白的 不会有任何产品的图案 上面只有精简的产品名称 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 Apple Certified Refurbished的字样 苹果摆明就在告诉你 你手上拿的不是新机 不过我觉得 这也是为了避免 有人会把这一台设备当作新机 再去卖给别人 说完盒子的差别 是时候来看看产品本身了 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 我手上这一台MacBook Pro 机身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划痕 核心的异样 开箱的时候 除了MacBook本身是没电的以外 给我的感觉和新机没什么两样 唉,我还很期待掀开之后 它会自动开机的 不过无所谓 因为买翻新机 的确是有省到一点钱的 苹果翻新机的价格 会比一般新机便宜15%左右 重点是 购买翻新机 还是会有苹果官方的一年保佳 再加上Apple Care Plus的选项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买苹果产品的话 不妨到苹果的翻新机页面去看看 可能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 买到同样的产品 而苹果的翻新机 只有线上商店才有 在苹果官网 滑到页面最下方 点击整修品与清仓品 就可以看到了 无论是MacBook iPhone或者iPad 都找得到 旧款的型号 像是iPhone 11 Pro 或者新型号的M2 MacBook Air 都买得到 不过货源就比较不稳定了 有时候你想找的产品 或者特定容量的类别 很可能是没有货的 这种时候就只能多花一点时间去刷新页面 找不找得到就看你平时有没有在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运气很重要 至于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是值得的 翻新机有苹果官方的认证 品质可以得到保证 而且还能填购AppleCat Plus 比起外面的二手机 这真的好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单掉一点的包装 只要花一点时间多去留意苹果官网的动静 可能就可以买到你属意的产品 同时让皮包少流一点血 是不是很不错呢 如果觉得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要给我按个赞 再按订阅 如果想知道在2023年 iPhone 12还值不值得入手 可以点屏幕上的影片去看看 我是CCK 这里是果粉科技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Goodbye